大家好 我是露西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别进我的房间 凯莉 夸了一家 妈妈 我放学了 小白猪回来了 先去洗洗手 然后一起吃午饭吧 好的 知道了 书包怎么这么随便乱扔 小白兔 妈妈把你的书包放到房间里了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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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还是我去放书包吧 不要打开我的房门 那你倒是别把书包乱扔啊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去放书包嘛 不要随便进我的房间哦 啊 最近变得好奇怪啊 为什么不让我进房间呢 叮哩叮哩叮哩 手也洗完了 书包也放完了 干了什么呢 哦 对了 我要给我最爱的兔兔束头发 兔兔兔兔呀 今天过得怎么样呀 姐姐来帮你束头发 小兔子 你在干嘛呢 跟妈妈一起吃午饭嘛 妈妈 干嘛随便打开人家的房门呢 哎呀 妈妈还不能打开你的房门了 最近怎么了 突然奇奇怪怪的 这是我自己的空间 只有我一个人才能进出的 好了 知道了 不过那你可要自己 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干净啊 知道了吗 哎呀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可真是老的 我给兔兔说完头发 就马上去吃午饭 兔兔呀 稍等姐姐一下 姐姐吃完午饭 马上就回来了 小兔子 在偷偷拉拉上学就迟到了 在房间干什么呢 啊 知道了 知道了 马上就出去了 驾不出来 学校的班车就出发了 到底在干嘛呢 啊 好的好的 知道了 啊 奇怪 明明刚刚就放在这里了 啊 那是什么声音 难道 搬着出发的声音吗 啊 怎么办 我迟到了 啊 为什么你的房间这么乱呀 啊 那不重要 妈妈为什么要随便打开 人家的房间呢 小白兔 你之前不是已经 跟妈妈约定好 要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吗 啊 知道了 不过到底去哪儿了 一直在找什么呢 学校的班车都已经开走了 我跳绳不见了 明明刚才放在这里的 体育课还得用呢 跳绳 妈妈一起帮你找 啊 小白兔 是不是这个呀 啊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哎呀 东西这么随便来人难过我找不到 啊 知道了 妈妈 我要迟到了 我去上学了 哎 小兔子是长大了吗 怎么老是不让我进他的房间呢 小兔子 你今天为什么迟到了呢 哎 只要体育课上要用的跳绳来着就晚了 哦 房间太乱了 原来是这样 话说 你今天看起来好像不怎么高兴呢 嗯 早上跟妈妈有一些小摩擦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了 哎呀 我妈妈总是随随便便进我的房间 嗯 啊 就是就是 我也讨厌这种事情 我的房间不是我一个人的风间吗 而且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我爸妈也总是这样呢 是吗 真是的 虽然希望他们别老这样 但是我妈妈好像不了解这一点 哦 我爸爸也有一次突然就开门进来了 吓我一跳的 当时 我正在写日记 里面还有我没有考好的内容呢 呵呵 那此之后 我就跟爸爸约定好了 约定 嗯 你也跟你妈妈来个约定吧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约定 好的 那我知道啦 干纯干纯干纯 妈妈 我回来了 小白兔回来了 先去洗手 好的 知道啦 把手洗干净 把房子也打扫干净 哎呀 小白兔今天是怎么了 以后和妈妈约定好了 认真打扫我的房间 还有 早上 臭妈妈发脾气了 实在是对不起 没事 早上妈妈也很抱歉 以后进你的房间一定先敲门 好的 谢谢妈妈 嗚呼 家人有没有随意进出过我们的空间 使我们生气的呢 那试着跟家人们一起做一些约定怎么样 今天露西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 再见 再见